民国九十四年十二月号传记文学的封面人物 是中华民国第六任副总统谢东敏 在这意义不凡的一期中 社长陆茜在编辑式手机中这样写道 本期另外一位传主范传波教授和谢东敏 虽然有许多不同 但却是一位传统 却有不少偶和 两人都受过日本教育 都和广州中山大学有关 也与台湾师范大学结缘 范传波是数学家 一生现身教育 除了教学 他还领先编撰各级数学教科书 今年是范先生百岁名诞 我们对这位台湾数学教育的奠基者 致上最高的敬意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台湾数学教育的先驱 范传波教授的故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理学院 于民国112年3月21日 邀请范世光博士来校演讲 作为师大数学系前系主任范传波教授 职底长孙 范博士与演讲中介绍自己祖父 与师大的渊源 范教授终身从事教职 来台之初辛苦情谱 时常勉励子女学生 为人勤恳工作认真 以贡献国家社会 为鼓励清寒学子女力上学 将节省下来的退休金 设立台师大数学系奖学金 范传波奖学金 此次演讲 让在场师生理解奖学金设立之历史 与范传波教授在大时代下 艰苦奋斗向学的精神 更引起了范传波教授当年 还是青涩面孔的学生们 对他的无限追忆 博士其实是我们数学系的前主任 就关乎以后第一任的数学系主任 范传波主任的孙子 他们以前是在和平东路附近的一个紫色 在那边长大的 那时候我们的数学系还是在和平校区 从我念书的时候 就一直听说这个范传波奖学金 主任那天有提到说 要领范传波奖学金是不容易 是我们数学系有三个班 要全系第一名才能领得到 我们班第一名都领不到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是三千万 为什么三千块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那时候领工会才两千多而已 两千出头我记得两千多了 所以三千块在那时候是一个 金额很大的一个奖学金 而且是要全系第一名才领得到 这样一个很高等级的一个荣誉的奖学金 后来我们 我们就是一直这样下 我们刚好引远机会 我们跟我们范传波主任的孙子 联系上了 那我们就借用这个机会特地邀请他回来我们母系还有我们的理学院做一次特别的演讲 那范斯光博士呢目前是在英特尔公司担任高级工作室 也负负着那个亚太队区的一些华为输务 我们希望说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让各位老师跟各位同学 度过一个比较轻松的下午 我想我先代表你学院自证我们的感谢状况 好 我们来看这边一下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 应该是说回到师班大学 来和大家交流 分享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过后的家人 我们都是在师班大学和教育的职设长大成长的 所以师大对我们来讲是意义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是以师大的子弟为维绕 我想接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祖父范城郭教授 他的一些事迹以及历程 因为在座的各位说 小部分小部分师长有经历过我祖父的年代 可能其他的同学们 可能只是一个美学院的历史的一部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有一些值得大家去回味的一些事迹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谈到祖父的旅程之前呢 想和大家分享 这个北京大学前校长 蔡元培先生的自学的一个理念 在大学里面 不管是文史哲学或是英文科学 都应该是从basic science 就是基础科学为一个入手 那他这个理念 也落实在当年北京大学的组织概括上面 他一个别校长 对北京大学的整个学门跟学部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 基于这个理念 他把数学系改变成 所谓的第一类的第一个科系 还凸显数学是所有科学之母的这个理念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提到北京大学呢 因为我的祖父范教授 他也就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的 范教授在年轻的时候 从他的家乡 就是中国东北的两名省 五次一个人到了北京去参加考试 然后考进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系 开始了他在北京的求学 成长的一个阶段 范教授 于北京大学就读期间 在数学系毕业之后 他先留校担任教职两年 两年之后他申请到日本的先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部的数学系深造 东北帝国大学是日本七所帝国大学中理学院排名第一的大学 范教授在东北地大的研究生涯 使他获得瞻仰世界级教授研究态度与气度的机会 拓展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对他后来推动数学教育发展 有莫大注意 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面临一个取留的问题了 对于中国的留学生 尤其是像范教授这样的 从中国东北 也是他们所谓的关东地区来的优秀人才 日本政府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 为日本所用 将来为日本这个贡献 但是范教授当时当机立断 这个暂时放下日本的学习 回到国家来报效祖国 范教授回国后 进入了中央测量学校担任上校教官 该校前身为清光绪三十年创办的 金师陆军测绘学堂 设三角地形制图三班 学至四年 范教授在这里进行对投笔从容的学生们的教育与训练 随着战事的发展 范教授后来就往南边 加入了广州的中山大学 同时担任了数学系的主任 中山大学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所创立 创校之特殊背景赋予中山大学三种性格 革命性科学性与开放性 范教授任教期间 基于积极卫国服务的理念及热忱与战争动乱的年代里 卫国造一众多优秀的科学与工程人才 由于这个对日抗战的继续的绵延 范教授后来就再到了贵阳师范学院 就是现在的贵州省师范大学的首任的教务长 同时由于他对教育的热忱跟抱负 他也兼任了教育系的主任 当时的贵阳师范大学以数学教育为办学重点 研究重心包括中小学数学教育 跨文化数学教育等 年方36岁的范教授 已担任教务主任要职 这一任教经历成为他赴台后思辨教育办学 进行各项师范院校行政事务的重要基础 由于这个那边算是所谓的大后方 所以他也引荐了 以及介绍了很多学者以及学生一起到那边去 当时这个比较属于未开发的贵州的地区来讲 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高等教育的一个机会 我的家族前几年曾经探访过贵州师范大学 他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高等学府 也是奠基于抗战时期 那一批必须男女为教育为地方奉献的学者和学生所定下的基础 同时他们的校使馆里面也保留了很多就是范教授在那边的记录跟文献 到了卡尔斯战争这个末期的时候呢 我的祖母以及一些家人还在中国东北 范教授就离开了贵阳回到了东北然后去跟家人团聚 基于对家乡故土在教育发展的使命 范教授加入了中国东北大学担任数学系系主任 民国二十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在对日抗战的战火中依然坚持学术发展 成就了东北大学今日卓越的学术地位 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到从北京到了日本 再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到了广州 然后到了贵州的贵阳 最后回到了东北的沈阳 然后就到了台湾 在抗战结束也就是1945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计划来台湾来接收相关的单位 范教授那个时候也就是贤命到台湾来接收当时台湾的两所高等学校 一个是台北地大就是现在的台大 另外一个是台北高校也就是我们台湾师大 民国三四十年代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 与大学中执教的学者更为极富学养与声望的社会精英 当时台湾只有台大与师大两所大学设有数学系 范教授以其在数学研究上的学识 热忱及教育方面的丰硕经验 与这两所及其他大学任教 成为台湾数学教育界的先驱 那那个时候他算是在台大地质系的教授 以及海研署的教授 同时兼任海研署的主任秘书 其中有一个科研的项目 是他和一组研究的团队 搭乘了海军的中业舰 到达了南沙群岛 包括大家所知的太平岛 去做国土的测量以及水文的记录 作业舰时间到了之后必须返回台湾 所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范教授就带领了一名助教 滞留在海岛上面 来继续他们的工作和调查 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但是基于对国家 对工作对教育的热忱和使命感 他不在乎那么多 就留下来了 下一次船舰过来 我再带回来 这个事情和项目 在两岸的政府和相关单位 都有明确的记载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 南沙群岛以及太平岛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是因为有这批先进们 在这么动漫的时代 做这些勇敢的工作 范教授在1946的时候 到台湾来接收这两所高等学校 然后他就成为了 我们台湾师大数学系 首任的数学系的学系主任 在那个百费待举的年代 大家说以及其他一些 有热情有抱负的学者们 同时也受聘兼任 其他多所国立大学 包括京大交大 以及一些有历史的学校上福大 来兼任教职 来助育更多的英才们 他也接受了很多国家的事用家 以及沈主席当时的总统 都有接近来包养他 这些的成果和荣誉 都是和我们台湾师范大学 跟理学院 跟智学系 是相连接在一起的 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呢 是我爷爷 抱着我姐姐 就是阳明教工大学的 范费登教授 以及当时数学系的老师们的合照 在我们最早的师范大学教职员宿舍 在座的有一些师长们可能还记得这些照片里面是哪一些当年的老师呢 其实我小时候也见过他们 只是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一张照片 好像当年我很出身 对 这个是范教授 以及我的祖母 以及我们家的合照 包括了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爷爷奶奶 以及我的姐姐 大家可以照个图来背照 另外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当我小时候 从小学生年代的时候 我翻我的课本 到最后一页 发现编辑的主任委员 叫范传波 我想说 这个跟我祖父的名字一样吗 对 然后到了初中 发现还是这样子 高中也是这样子 对 范教授接受国立编译馆委托 编撰各级学校教科书与数学经典 作为台湾数学教育的指定范本 范博士所说的 从小学 初中 高中 高职 乃至大学的课本 都是由范教授带领国内数学界精英 一同编定的 为当时尚未成熟的数学学术环境立下规模 而他所编撰的数学教科书更奠定了台湾数学教育的基石 刚才那一张照片上面其他数学系的老师师长们也是参与也有台湾数学教育的一系列的教科书上面的编寨的人工作 范教授协助北京大学同学李英照 包德明夫妇创办明传大学 原名明传女子商业专科学校 为我国最早设立之女子商业最高学府 今日明传也发展为一所男女学生都有的综合性大学 为台湾培育众多商业界人才 李英照教授董事长是我祖父范教授北大的同学 李英照教授以及他的妇人包德明校长 要成立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商业的学院 就是来找到范教授希望一起来协助建立一个有水准有报复的学院 所以范教授在师大这边退休之后 也到了明传大学成为他们首任的教育长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范教授过生日的时候 包德明校长为范教授办了一个生日的庆祝会 范传波教授终身奉献教育事业 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间 为台湾作与众多数学英才 奠定了台湾数学教育的基石 也开创并推动了台湾此后数十年的数学教育及发展 也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范老师一直对我非常地照顾 毕业以后又回来当助教 第二年就接范老师的 范老师当系组人 我当他的总务 他说师父平静地修身在里头 喊到自己以后 范老师有讲的 一天他常常对我们的同学就是讲这个名言 就是我们的同学要自己自动自发 鼓励去创造自己的前程呢 就是很鼓励你自己 应该自己去鼓励 所以他再三地强调 他每次都讲 他也是 他也许他也都是听到这句话 师父平静地修身在里面 谢谢 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 不仅是知识面 教育面跟各种的作人 他的态度我们从范老师那边学到说 真的很谢谢范老师的指导 范教授知人善任 在任时提系后辈 发掘及培养人才 范教授当年的这两位学生 现在已是资深教授 其中一位当年是范教授的总务 后来荣升总务长 更赴任师大副中校长 贡献台湾教育界 范教授当年的学生们 如此饮水思源 传承并发扬范师精神 可谓是师徒情仪之典范 当时我们当他的助教 他等于非常的信任你 把所有的器物都交给我们去处理 我们只要到时候跟他说一声 他就好 他真的对我们非常的好 非常的照顾 我们再次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想我们的系里 现在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一些人才 我想我们范老师一定是贡献非常的大 我们再次谢谢这个范老师对我们系里的贡献 而且他还诚意奖学金 鼓励扣进 非常感谢 谢谢 民国85年 荣获范传波奖学金的 陈志燕同学撰文表示 当时 当时家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获得范传波奖学金 让我备受鼓舞 我更敬佩范教授 对数学教育的执着和贡献 在颠沛流离的年代 不断进修 牺牲天文之乐 无私的奉献所学 进而奠顶台湾数学教育的基础 更将应得退休金化为大爱 照顾后辈 这样一位素为平生的长者 多年来一直温暖着我的心 今日身为中学教师的我 更应秉承传波教授的理念 坚守岗位奉献我的心力 引导学生喜欢数学 为下一代的基础能力扎根 可以说范教授的一生 孜孜不倦全然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期待范教授的精神 由他的后人与学生们 继续传承与弘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